有火无处洒是什么感觉 少年半夜被女神夜袭 惨遭施法无法动弹 世间最大的折磨莫过于此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帅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奇幻战斗番 新课的龙骑士 这是一个龙族与人类共生的世界 人类与龙族既有某种特殊仪式 可以缔造亲密的主宗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龙骑士 在一个血月之夜 我们的男主亚修正在熟睡 但是他却意识到自己居然无法动弹 而一个美少女正挑逗自己 亚修尖叫一声从床上弹起 发现刚才的一切只是自己做了一场梦 亚修来到学校 他所在的罗雷亚蒙骑士园 实现了独立饲养和管理龙 而应客在每个人身体上的新客 是作为育龙人的证明 他们也将自己养的龙称之为帕尔 帕尔的幼体诞生前将寄宿在四竹体内 他们不会让四竹以外的人骑上他的背 而亚修却是打破了这个法则 他拥有驾驭所有帕尔的能力 所以又被称为天才性龙师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位天才 亚修自己的帕尔却一直没出身 这让他的天赋反而成为了他人眼中的耻辱 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笑柄和问题少年 这一天有两个同学拦住亚修 用他没有帕尔这件事挪欲他 这显然触及到了亚修的底线 于是抡起拳斗就要冲上去 幸好被还有雷蒙阻拦 阻止了闹剧的发生 随后亚修来到一个大教堂 老师安排了新学习的教学任务 下课时突然传来一道严厉的女生 一个黄发女生正在斥责拦住门口的三个人 对方走后三人才敢抱怨 雷蒙告诉亚修 黄发女孩是第四公主殿下 虽然资质过人且外貌出众 但因为她淡然冷漠 所以一直不得人缘 亚修二人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 突然人群发生一阵躁动 原来是学生会会长出现 他肆愈着全校最强的龙骑士 且拥有天使长相和魔鬼身材 在学校可谓是人气豹薄 亚修对他却没有什么想法 接下来是骑龙格斗术课 联盟将自己的龙骑士借给了亚修 亚修在躲避对手的攻击时 不小心撞到自己身后的公主 随即两条帕尔的情绪 都出现了明显的起伏 教练急忙叫停 好在他并没有怪罪亚修 可突然 公主冲到亚修面前 打了他一巴掌 他认为亚修将练习当作儿戏 还诋毁亚修的帕尔 亚修再次斩毛 刚要发作要求公主道歉 却被雷蒙拦下 公主提出建议 如果亚修能在骑龙季中赢过自己 就向亚修道歉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对方会赢 可亚修接受了这个提议 这一晚 梦中的神秘女子 又来挑逗无法动弹的亚修 并说到这是最后一晚 亚修阻止不了对方 只能任由他为所欲为 第二天聊到学校 今天正是举行骑龙季的日子 随着会长的一声枪响 赌上公主道歉的比赛 正式开始 趁人骑着帕尔开始赛跑 亚修骑得好友的龙骑士 因为是地龙 所以只能跑不能飞 故此落在了队伍后面 亚修本以为公主驾着圣龙 应该早就飞远了 但他发现 公主竟然在前面不远的隧道 又三个人故意挡自公主前面 亚修见状追上去 并撞放了三人 公主并没有道谢 而是直接略过亚修飞走了 亚修也不在意 而是接着往前跑 经过长时间跋涉 亚修决定 带龙骑士先落场休息 突然他听到 森林里传来奇怪的声音 亚修安置好龙骑士后 独自前往森林 并在镜头看见一个面具男 对方的身上 还配有帝国制造的兵器 亚修询问对方 是否是军人 对方并没有回答 反而看出了 亚修的右龙还寄宿在体内 一名双马尾少女突然出现 不由分说地开始攻击亚修 亚修转身就跑 少女却追了上来 并挥边将他打倒在地 然后迅速地拿起匕首 就要刺下去 可少女看到亚修的脸后 却犹豫了一下 亚修趁机推开对方 少女一个飞身 却不小心停在了悬崖边 眼看着要掉下去 亚修冲向前去 抓住少女的手 将他扔了上来 自己却掉了下来 而这时 面具男赶到 命令女孩离开 于是两个人就这么走了 而在下坠的过程中 亚修的心刻有了反应 她的右龙弹突然出现 亚修轻轻一点 右龙弹就碎了 让她意外的是 里面出现的不是龙 而是一个人类少女 而亚修抱着少女 静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亚修望着少女出神 少女此时突然醒来 一拳将亚修打入河里 并且宣告着自己的主动拳 虽然对眼前的场景 感到十分诧异 但亚修还是将少女 带回了宿舍 少女抢了房间内 唯一的床 并让亚修睡在地上 亚修做出让步 睡在了地上 第二天 会长得知消息后 擅自来到亚修宿舍 来了解有关帕尔的事 还拿来了自己的就医给少女 并告诉亚修 学校决定将少女交给博士处理 在此之前 少女就在这里生活 随后 亚修带着少女 去采购生活用品 少女吃过早饭后 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舔她的脖子 她的行为 引起路人的住作 幸好公主出现 她身旁的子发妹子 为少女喝下了解药 原来早饭吃的可类饼 含有安塞尔 但相当于人类的酒精 是禁止幼龙服用的 而公主此次 是特意前来道歉的 虽然亚修并没有赢过公主 但公主却日照到自己的错误 她说完后就离开了 二人坐在场椅上休息 在交谈中 亚修得知 对方并没有名字 于是替少女取名艾克 而艾克 因为吃了太多东西 要去厕所 亚修在女厕门口等待 半想都不见对方出来 恰巧公主这时经过 她替亚修进女厕查看 可厕所却不见艾克的身影 亚修担心 艾克早已不测 打算去找她 公主制止了她盲目乱找的行为 她告诉亚修 四主和帕尔 是通过契约的新经录 连接在一起 随后 亚修按公主说的方法 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三人随即往里面冲 艾克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 一个女人在一旁 她向艾克解释 绑架她是为了研究 龙为什么会变化成人的形态 女人期待艾克 能凭借龙族 共享记忆来替自己解惑 但是艾克被龙族记忆谱拒绝连接 所以她解答不了对方的疑问 于是 女人决定靠解剖研究艾克的身体 千军一发之急 亚修三人赶到 制止了女人的行为 而公主认出了 女人就是博士 博士被认出后 不但没有放弃 还启动了正法 这样一来 亚修就无法召唤帕尔 然后她又启动了 三人脚下的魔方阵 公主和子发妹子随即就倒下来 只有亚修还在支撑 艾克见状开始大声呼唤亚修 可没想到 在正法的干扰下 亚修的新课不仅有反应 还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打败博士的同时 还解除了正法 然后亚修救出了艾克 一行人离开了此地 第二天上课时 博士进成了亚修的新班主任 似乎并没有放弃研究 随后 会长找到了亚修 并邀请他参加学生会 突然四周响起了警戒声 二人快步走到窗边 看到公主正在帮忙 驯服一条失控的龙骑士 会长告诉亚修 公主这样做 恐怕是因为 亚修这个能驾驭所有龙的同骑身 而心里不平衡 结果显而易见 公主那边就快要支撑不住了 于是会长召唤出自己的龙骑士 解决了这场动乱 事情得到了解决 公主却并不开心 反而急忙离开了现场 亚修找到了艾克 他在谈话中得知 艾克的记忆中 保存着第一代圣骑士的龙骑甲设计图 圣骑甲是圣龙用魔力 打造的铠甲与武器 这是完全服从宿主的象征 于是亚修拜托对方 在成为亚龙后 替自己制造一件原创的圣骑甲 可艾克却对成为圣龙 持之一笔 就在这时 会长带着公主找到二人 众人去了一家餐厅 而暗处 一直有人在监视亚修的一举一动 此人正是双马尾少女 随后 双马尾少女找到面具男 但他并惦念着亚修的救命之恩 所以没有如实汇报 而这时 面具男突然召唤出了一条恶龙 嫌傲引起城内的动乱 这一边 艾克有所察觉 然后冲出餐厅 亚修等人跟着艾克来到大街 艾克冲上去 并叫嚣着让恶龙滚蛋 可是反而被对方抓了起来 会长见状 冲上前抵抗 并让亚修带走公主 而公主早似乎被吓傻了 呆愣在一旁 亚修一巴掌打醒了对方 并让公主召唤出龙骑士 再自己去恶龙内里 与此同时 艾克被吞进了恶龙的肚子 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不在对方的肚子里 而眼前出现一个陌生的女人 他暂时亚修梦里的女人 他告诉艾克 自己是为了教养未成熟的他 而产生的人格 而这里可以孕育出圣骑甲 然后他可以让艾克 在中度的设计图中 挑选出适合亚修身体各部位的配件 然后拼接在一起 制造出最适合亚修的圣骑甲 而他之前潜入亚修的梦里 正是为了占了他身体的各部位的尺寸 艾克也知道刻不容缓 随即立马做出了圣骑甲 而这一边 亚修不小心从公主的龙骑士身上掉落 牵群于发之际 他的新客发生反应 紧接着 亚修身上多出了一副圣骑士甲 随即他召唤出自己的圣剑 进化了恶龙 救出了艾克 危机解除后 大家回到学校庆祝 会长再次邀请公主和亚修加入学生会 二人也同意了 第二天会长向同学们介绍 亚修他们将作为干部加入学生会 接下来众人回到了教室 这时走进来一群女生 为首的是一个卷发妹 她自称是盈利骑士粉丝俱乐部的会长 盈利骑士是他们对亚修的称呼 他们此次前来 是为了见打败恶龙的英雄 且不达目的恃不罢休 连公主也无法使他们离开 幸好会长出现 在对方耳边不知说了什么对方才离开 事后 会长召集了亚修的人 并解释道 卷发女并不是大家以为的贵族 而是会长家的仆人 她急于找到亚修是因为 在这个国家 只要女人和拥有圣骑甲的盈利骑士结合 就能成为贵族 会长告诫亚修 一定要隐藏好身份 不要被卷发女发现 随后会长告诉大家 第一王女孩 也就是公主的姐姐 不日将抵达学校 可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后 却害怕地抖了起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 公主一直精神低迷 此发妹告诉亚修 王女虽没有育龙人的资格 却严于律迹 练就一身高强的本领 应用铁血女武神的称号 而公主从小被她抓去 参加许多残酷的训练 让她对王女十分恐惧 亚修知道后 去安慰公主 公主却并不领情 第二天 会长带着一群人迎接王女 就在亚修以为 公主因为害怕不来时 公主却出现了 不久后 王女乘着专用机 出现在学校上空 面具人的身份是什么 王女来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艾克为什么是人的形态 如果你觉得阿帅接受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动手指 点赞订阅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